好 那么现在我们请导播 把一号影片插入进来 请他看一下 你脸怎么了 你怎么来了 我想你了 来看看你啊 你不跟他打声招呼 我给你打电话你关机 我还去你家了呢 你去我家了 我还看见你老婆了 我跟他说了 你跟他说什么了 我都说了 你怎么回事 对不起 好 我们切回来 可能长得有点像啊 那个女主角 他比那女主角长得漂亮 还要漂亮 对 是的 这个呢是《一路窘途》当中的一个片段 是讲呢一个第三者 但是这个第三者其中呢 他也是一个受害人 因为那个男人啊 是骗他说 说他回去跟他老婆说去离婚 要跟他一心一意地在一起 这个女孩子呢 实际上刚才那段对白呢 是对那个男人的一个测试 并不是真的 所以说呢 现在希望你呢 就是说通过你自己的语言 关键是眼神 能够表现出来刚才那个 这段情节的这个 这个女主角 这个内心的 这个感受 好吗 我们现在有哪位勇敢的男嘉宾上台 来配合我们这位美女 有没有自愿者 有没有自愿者 可以来 欢迎这位帅哥 来 太次记住了 好 那个你们准备一下 你们准备一下 我给你们五秒钟时间 准备 五 四 三 二 一 Action 我这边 嗨 哎 你怎么来了 我想你了呀 你怎么不给我打声招呼呀 你手机一直关机 我联系不到你啊 你来这干嘛呀 我来看你呀 我想你了 我还去你家了呢 你去我家了 对啊 我还看见你老婆了 你见我老婆了呀 对啊 有什么不对吗 你给她说什么了呀 就没有什么 我就想跟他见见面啊 你怎么能这样呢 对不起